大家好,我是黑洞谷歌 暑假到了,炎炎夏日 大家所在的地方不知道天气如何 反正成都这里是天天高温预警 完全没办法出门了 这种时候还是在家里 坐在电视机前吹着空调 风扇,打游戏最好了 这次的视频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适合在炎热的暑假游玩的游戏吧 暑假这种能有大块时间享受游戏的时候 能沉浸其中 内容又丰富的开放世界游戏 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比如刺客信条英灵殿 对马岛之鬼 还有地平线西之绝境 刺客信条英灵殿围绕名为埃沃尔的维京勇士 讲述他在英格兰的黑暗时代 拓张自己势力的故事 其中有着维京海盗的文化 还有北欧神话 还有英格兰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的历史背景 游戏中我们不光要扮演推动历史的角色 还要探明诸神黄昏的真相 解开上古文明的先驱者 为我们留下的谜题 对马岛之鬼 以剑戟篇的题材 武侠篇的色调 电影化的镜头 还有凸显速度于精准的战斗系统 讲述主角静景人为了对抗外敌 从武士转变为战鬼的故事 地平线西之绝境 有着最为精彩的故事 警戒一代 在阻止了哈迪斯系统重启世界的计划后 修复盖亚系统 令世界走上复苏的正轨 则成了埃洛伊当前的首要任务 这是只有继承伊丽莎白基因的他能做到的重任 但是接下来他需要学会与人合作 而不是单打独斗 而他在修复盖亚与自我成长的旅途中 还需要面对另一个古老祖先的残酷阴谋 世界太大太自由 有时也是一种困扰 反而会让人不知道该做什么 这里还有几款优秀的线性关卡游戏推荐给大家 《神秘海域河集》 有着如同好莱坞大片一样的场面 而这样的一场电影 导演权掌握在你的手中 你可以像印第安娜穷斯一样 穿越雨林沙漠等未知领域探索 寻找先人留下的知识和财富 《科纳精神之桥》 有着优秀的画面和关卡设计 以冲击性的视觉效果作为奖励反馈 也是他的一大特色 再加上可爱又绚丽的卡通风格 是一款老少皆宜的佳作 瑞奇与叮当时空跳转 同样为卡通风格 但是却有着世界顶尖的画面表现 还有手感优秀的战斗 打倒敌人后收集掉落的满地零件 还有接连不断的精妙过山车关卡 让人大呼过瘾 再加上借助高速独盘技术 实现出的时空跳转机制 是PS5上必玩的独占佳作 受到爽快 《毁灭战士永恒》 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作为系列最新作 同样在爽快层面上保持着高水准 但战斗机制和关卡设计水平 也经非昔比 高难度下对玩家的策略技巧 和战斗规划 有着更严格也更合理的要求 同时叙事方面也更加清晰 让我们了解《毁灭战士》 这个经典作品 在各个层面上的历史 同样兼顾打得爽 又要故事好的 还有漫威银河护卫队 虽然在宣发阶段 由于糟糕的宣传片 被严重低估 但是不妨碍它在正式发售后 展现出的游戏品质 星爵和它的四个技能 啊不对 是四位同伴 一起穿梭于银河 时而同甘共苦 时而成为对方的痛苦 还原于原作的欢乐氛围 同样也能让 非原作粉丝的玩家 归心一笑 推荐给所有的朋友 虽然是美漫改变的 动作RPG游戏 但是它的发行 却是Secure Enix 这家日本公司 难道日本的RPG 就不香了吗 当然不会 有万代南门宫发行的 破晓传奇 就是近年来 优秀的日系动作RPG 优秀的战斗手感 王道的剧情 以及超绚丽的必杀演出 获得了玩家们的一致好评 如果有朋友 还没有玩过的话 一定要试试 记得如果是第一次 玩这种类型的话 要选择简单难度哦 说到日系游戏 我还有很多可以推荐的 比如说 《莱莎的炼金工坊2》 《失落传说与秘密妖精》 《炼金工坊》系列 本来就由于 温馨的故事和独特的玩法 有一批死中玩家 我就是其中之一 而《莱莎的炼金工坊》 因为优秀的人设 而为很多人所知 作为老玩家 很是欣慰 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借助 人设的吸引 感受到 《炼金工坊》系列的 其他方面的魅力 同属光荣公司的游戏 《灵如鸭之巫女》 也是由于精美的人设 吸引了不少玩家 但是其背后的故事 叙事和独特的玩法 同样是其魅力所在 虽然作为恐怖游戏 氛围十分到位 但是恐怖感 会被小姐姐的背影抵消 通过调整拍摄角度 驱魔的这个设定 也非常适合 主机上能够 体感操作的手柄 建议大家 一定要在主机上试一试 同为日齐大厂的 世佳公司 也有一款人设出圈的游戏 那就是 由木村拓哉 担任脸膜的 审判之士 《湮灭的记忆》 由木村拓哉的精彩演出 再加上 如龙祖故事编排的加持 以及 现代电子游戏的互动方式 审判之士 《湮灭的记忆》 可谓是跨时代的刑侦日剧 等等 这个划分怎么看起来 更像是麻辣教师 日常的游戏 也不全都是二次元和日剧 曾经重制过 《妄达与巨像》 等诸多老游戏的蓝点工作室 在被索尼收购之后 还重制了 龙祺英高先生的 魂系开山之作 《恶魔之魂》 重制后的《恶魔之魂》 在不影响 原有游戏内容的前提下 进行了全面优化 让现在的玩家 在次世代的加持下 体验到 如同刚出炉般的《恶魔之魂》 同为索尼大厂的招牌菜 GT赛车7 作为硬核赛车游戏 在PS5上的画面表现也极佳 也是赛车玩家的首选 除了国际大厂出品的游戏 还有一些小厂的游戏品质 也值得称赞 由Sea Game出品的地铁梨香 有着优秀的完成度 玩家穿着有着 俄式特色的科幻装备 在废土的世界中求生 同时游戏有着 拟针的环境反馈和枪械系统 让生存变得更有技术性和挑战性 Hello Game的《无人生空》 在经历了最初的滑铁炉之后 经过多年的修修补补 已经口碑回暖 扭转了原本的口碑 为人交口称赞 而近期的海盗和猎威坛主题的更新 又让游戏的品质更上一层楼 说到星际探索题材的小厂游戏 还有一个就是星际拓荒 这款游戏的设计上非常的神奇 一切都是由玩家的好奇心来驱使 在太空中探索 学习原本存在于世上的法则 而后了解这个宇宙更深层的秘密 或者一不小心手滑毁灭了宇宙 除了上述这样已经发售的游戏 未来有一些游戏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这里也想和大家聊一聊 漫威蜘蛛侠重制版 将会在今年的8月12日登陆PC 我们可以在PC上体验蜘蛛侠的超级英雄生活 最后《生还者1》的重制版 将会在今年的9月2日经典重现 观众期待的《战神诸神黄昏》 也公布了发售信息 游戏将会在2022年11月9日登陆PS平台 在迎来了疑似预言中的分布尔之冬后 奎托斯和阿托尤斯会面临怎样的试炼呢? 还会在劳飞的计算之中吗? 对于还没有玩过《战神》的朋友 我觉得至少要试一试2018年发售的《战神》 作为《战神》系列的新篇章 现已登陆PC平台 如果说是开通了PSN会员的话 也可以在PS平台上玩到《战神》 《最后生还者》 《瑞奇与叮当》 如果说是高级会员的话 还可以免费玩到 《麦威蜘蛛侠》 《恶魔之魂》 《刺客信条英灵店》等大作 如果能有三款以上想玩的游戏的话 开通个会员还是很划算的 那么在7月15日 B站还会开启 PlayStation夏日游戏大作战激励计划活动 参与活动投稿 就能瓜分30万元的大奖 活动将会在7月和8月各举办一轮 有创作计划的朋友 欢迎来投稿参与 那么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拜拜